腾讯体育8月18日训终超第19轮的较量 北京人和主场3比0击败北京国安 报了首学环客场0-4高负的一见之仇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和主帅路易斯表示 球队是用防守板击击败了国安 当然,路易斯坦诚 能大胜国安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内 对于3比0战胜国安的比赛 路易斯表示 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 他都非常满意 无论是比赛的过程 还是最终我们取得的结果 我都感到非常高兴 这场球我的队员们完全按照之前部署的计划 把我们之前要求的东西打出来了 不过随即路易斯及承认 红牌的过早出现 让胜负的学年早早失去 今天的比赛也有一定的运气 第一张红牌那么早出现 给了国安很大的压力 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帮助 之前我们有些比赛运气并不好 很多东西打出来了 但是结果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不过今天我们完全都做到了 结果也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我对今天的比赛非常满意 人和的防守一度非常强悍 但对着国安之前 人和的防守却有崩盘的迹象 不过与国安一役 人和却成功临风攻击力最强的御林军 对于球队防守恢复到此前的水准 路易斯表示 我们今天放了五个中场 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先把防守做好 我们在中路密集防守 不给国安穿跑的空间 把球赶到边路 然后想办法抢断 跟前面的迪奥普 孟坎乔 马西卡联系起来 而且路易斯表示 能临风国安 只是球队本场比赛的细节做得比较好 整体的东西我们没有什么错误 只是一些同体的小细节 通过此前机场比赛 我一直要求队员从比赛中吸取教训 把赛季出的那段时间 帮手做的好的感觉找回来 今天队员们很好完成了任务 相信也给他们的自信 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新闻发布会的最后 路易斯对球队终节五轮不胜非常满意 这场球我要祝贺和感谢我所有的队员们 此前五轮不胜 大家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今天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 用残阵顶住压力取胜 他们非常了不起 此外 要感谢现场的人和球迷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难的一个主场 毕竟看台的大部分被国安球迷占据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在今天比赛中 给我们带来的鼓舞是非常大的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有人在乐观的关注 我们来说就是最难的 最难的的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最难的